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什么是迁徙呢 简单的来理解它就是移民的意思 其实人类的历史它就是一部人口大迁徙的历史 造成人类大迁徙的原因准备有两个 第一个是因为战争和灾害所造成 人们为了生存它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移民 最有代表性的那就要数闯关东走气口 那第二个原因呢 那就是政府有组织的移民 这个最有代表性的 那要数现在留下的两大移民胜地 一个是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 一个是江西鄱阳湖的瓦西王 那今天呢 我们就先从第二个原因说起 话说清朝康熙年纪 因为常年的战争 那四川呢剩下了不到九万人 那当时呢 这个巡抚叫张德帝 他到四川这个上任 来到四川一看杀牙 说我的妈呀 满木窗一样 说这哪里还是当年的天府之国呀 于是呢 他就给这康熙爷就上了一道折子 恳求皇上从这个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 能抽掉一部分移民来支援这个四川的农业建设 这皇上啊 看了这折子以后啊 这么一琢磨 有道理 于是呢 大笔一挥 准奏 所以呢 就从这个江西 湖南湖北 广东 福建等地呢 就抽掉了一大批的移民 就来到了四川 这就有了胡广天四川 其中就有一部分人呢 就来到了来凤镇 来凤镇呢 在古时候啊 他是古蜀道上一个四大民意之一 交通要道 那最关键的是这个地方物产丰富 他是一个鱼女之家 那么这一部分 来自湖南湖北 江西 福建 广东的 他们逆长江而上 来到这个来凤镇之后呢 很快他就解决了温饱 那解决了温饱之后 哎 那就开始交流情感了 啊 今天我请客 明天你请客 后天他请客 那请客的时候呢 那就要照顾到来自不同地方人的口 啊 今天 给这个江西人加上一把湿辣椒 啊 明天呢 给这湖南人加上一把干辣椒 后天呢 给这个四川人呢 加上一把花椒 哎 没想到的是啊 那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吃了之后都觉得好吃 都有家乡的味道 哎 这就是来凤鱼的油买 我呢是一个 土生土生的来凤人 新东 名大江 叫农大江 今年呢已经是九岁了 我在这个住了三十多年了 从八十多年开始 在我们这个地方啊 没有那个不晓得 就是它的来凤鱼 来凤鱼 来重庆 来自全国国地 来自世界 就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这个鱼又有点好大鱼啊 大鱼 这个鱼好全啊 这个鱼太全啊 这个鱼就是我们选好的那个生态花链 在我们来凤鱼这个地方啊 从古至今呢都是鱼米之香 这个鱼的鱼品种凡多 肉质细嫩 所有都拿来凤的麻辣鱼说 选择的就是三斤半左右的花链 还在炒鱼 它的调料 主要是来自于当地农村种植的一种炒点的辣椒 它产量少 结果是至少 捞住 专注了一种鱼的豆瓣 炮姜 大蒜都要当地的红蒜等等 我们这个豆瓣呢 必须是两点半以上的豆瓣 经过发酵后 它吃过一种春厚的一种豆瓣香气 炮花铁用了一些枝酥啊 还有甘蔗在这里放在炮弹上 一旦炒香炒酥的时候呢 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在刀工那块呢 它也是根据不同菜品 刀工刀法它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菊花鱼 它是以片茄 比如那种麻辣鱼 它是以切块为主 塞成小型块断后 用料酒 盐 葱姜 醃制 它醃制的目的主要是炒鲜 蒸香 锅里面下油 烧至五成热 下大蒜 泡辣椒 泡姜 豆瓣 炒香炒酥的时候呢 把腌制好的鱼冲洗后下锅 如果铲入高筒鱼后呢 加入白糖 醋 酱油 五成熟的时候 就要散锅和固定的状态 让它受到均匀 准确熏熏的把味调好后 用红烧粉上签 它的蒸来熏熏的裹在这个笔块上 它的色彩都更加红凉 也更加弱 这个时候呢 它就可以起锅装盘 锅里面再放入油 辣椒筋 花椒 锅装盘 强香过后 淋到鱼身上 就会端上筒 肉质特别细嫩 特别入味 还有麻辣味 作为重庆人来说的话 麻辣味十足 重庆人来说八十 啊 鱼身要足哦 还要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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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岁那年呢 跟着这个我的师傅 修改菜 修训这个做来风雨 你检查看那个 后面那些我做好 我们老师做的也好看啊 不是吧 老师 老师 我一土地 都要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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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他最看中的就是 一个人的人情 情不情怀 可不可干 做的每个菜 要做那些 我们来的那种时刻 现在我的徒弟也有 上百个 我们的徒弟的要求 也变成了 私信 人品 除得除品 把那一方鱼的技术 传承得更好 把那道菜系的文化 传播得更远 让那一方鱼 真正的走出轨 走向自家 从八六年到现在 三十多年了 相当于是 就是做了一辈子的来凤鱼 来凤鱼的行程啊 我们看到的是 不同地域之间文化的融合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呢 不管走到哪儿 都坚守着自己的家乡文化 而这其中呢 最有代表性的 那就是客家人 那么客家人 他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客家人呢 他来源于中原一带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一带 他们一路向南 主要在三个地方做停留 哪三个地方呢 今天的江西福建和广东一带 那么他们到了这里之后 第一 保留着自己家乡的语言 所以呢 到今天都有一种说法 说天下客家是一家 他们说话都相互听得懂 第二呢 保留自己家乡的习俗 第三呢 他们抱团取暖 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 也就是五一五 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啊 客家人呢 只要一遇到重大的节性 一定会聚在一块 把他们说着家乡的话 行着家乡的礼 品尝着家乡的味道 哎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那就是三杯鸡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 自古就是客家人聚聚的地方 76岁的张金泉老先生 就是客家人 15岁开始学艺 长出61年 是一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 三杯鸡的传承人 今天一大早 张老先生就出门了 他要前往县城二十公里外的石上镇 参加一次重要的聚会 正月十五 为了庆祝镇上的南丁出生 人们都要返回家乡 进行一年一度的丹登仪式 天一丁 点一丹登 把亲朋好友送来的抱竹 用竹竿串好 放到各房祠堂的门前 及时一到 六间祠堂的抱竹同时点燃 尘埃落定 人们返回自家的院子 等待接下来的大快朵頤 节日的烟火器 从空中汇集到灶台的炉火里 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 围坐在一起吃顿饭 才算是仪式的最终完成 看着熟悉的战场 张老先生自然也掀不下来 他打算用宁都的传统菜 三杯鸡 来缓解漂泊归来的人们 积攒了一年的乡愁 鸡鸭鱼肉 鸡居首位 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 宁都当地出产的三黄鸡 是制作三杯鸡的主要食材 惠黄 羽黄 爪黄 未曾产淡的紫鸡肥美柔嫩 用来制作三杯鸡最为合适 把整鸡切成小块 放置在砂锅里 接下来就要放置三杯重要的调味料 这也是三杯鸡名字的由来 最早人们制作三杯鸡时使用植物油 是因为植物油脂比动物油脂更易获得而且健康 加入酱油提供了咸味 同时她还要在接下来的烹饪过程中扮演调色版的角色 最后加入的是一杯米酒 酒应该是人们利用微生物的最早的案例了 蒸熟的糯米拌上酒区 三十六个小时后 和一千多年前一样 香甜的米酒 总是如约而至 土灶 木炭 砂锅 非以美食的传统技艺 使用的都是最接近自然的烹饪方法 接下来决定命运的是中国烹饪中最近乎玄学的部分 火候 在炭火的加持下 植物油开始升温 融出鸡皮下的鲜美油脂 酱油带着咸味和颜色渗透进肌肉里 米酒和肉中的脂肪进行脂化反应 渐渐生出独特的芳香 食物让人们的情感得以释放 心理诉求得以满足 人们怀念某种味道 其实是怀念某段美好的记忆 大多数时候是来自家乡的记忆 并不繁琐的烹饪技法 让客家人能够带着三杯鸡的味道 向南方迁徙 时至今日 客家人把美食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 他们所打造出的风味 承载着客家人客乡为家乡的精神 并且形成了一种叫做文化的部分 得以口口相传 不知不觉之间 我们已经给大家上了两道菜了 第一道菜来凤鱼 那我们看到的是不同地域之间文化的融合 那第二道菜三杯鸡呢 我们看到的是对自己家乡文化的坚守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上一道主食 那从这道主食身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 这道主食是什么呢 周村烧饼 啊 我们要把时间呢 拨回到汉朝 在古丝绸之路上 有一天呢 有一对这个西域商人 就一路呢就来到了山东近北 到了哪呢 到了周村 这周村呢 在那个时候 那是这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物流集散地 那这一对西域商人来到这个周村之后啊 他们是又累又饿 啊 自己随身携带的那个胡饼 那变得是又干又硬 他们看到当地的美食呢 非常的诱人 于是呢 就想把这个自己随身携带这个胡饼呢 去换取当地的美食 哎 没想到的是 当地人吃了这胡饼之后呢 感觉呢 非常好 口味非常奇特 很香 哎 这对西域商人一下子就发现了商机 就留在当地不走了 就专门卖胡饼 哎 这就是周村烧饼的出行 话说呢 到了清朝的光绪年间呢 在山东境内呢 又来了一个商人啊 叫郭云龙 这郭云龙来到这个周村之后啊 他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啊 这个地方的胡饼啊 卖的特别的好 哎 于是呢 他就在当地呢 就开了一家店叫聚合斋 啊 专门卖胡饼 那么他在原有胡饼的基础上呢 就做了一些改良 改良之后的这个胡饼啊 他具有四大特点 香酥催爽 所以呢 这个时候他就不再叫胡饼了 他叫什么呢 叫烧饼 后来呢 他的儿子啊 叫郭海亭 在他老爸做的那个烧饼的基础上呢 又做了一些改良 啊 除了保留了原有这个烧饼的香酥脆爽四大特点之外呢 还变得特别的薄 有多薄呢 像纸片一样的 啊 很多张落在一块 你拿在手里面一摇晃 是沙沙作响 啊 所以呢 那当地人非常形象的把它叫做 瓜辣叶子烧饼 但说实话 这瓜辣叶子烧饼啊 你听起来毕竟有点土 好 外地人很多还听不懂 于是呢 就改名把它叫做 周村烧饼 哎这一改名不要紧 这周村烧饼呢 反而它还进了 皇室宫廷把它成了贡品 哎这就是周村烧饼的由来 来来来去啊 来来 我喝了个生日啊 我现在来丁净锅说的 坐线下的啊 行 行坐这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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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吧 周村这个地方呢 自古就是洋叉了的 这也是一个四处重展吧 忽然压着四处之路经上的时候呢 就把那指门呼兵带到这块娘来的 当地的那师傅啊 结合那当地人的一些 小面市的一些特点 口味进行改建了 这种吃饭呢 是延期了当地人的喜欢 从那以后啊 这些东西就流下来了 形成了减轻的周村烧饼 周村烧饼 周村烧饼呢 周村烧饼呢就是 酥 香 包 脆 文明全国 零八年的时候呢 就是被评为 国家级飞物人化一产了 周村烧饼呢 周村烧饼呢就是 这个芝麻品质会更好 它具体的就是香 这不脱皮 它就容易翻影和翻散 它香味也出不来 它都差不来的 基本上芝麻都别了 超芝麻的时候 它也是讲究一个话后 吃周村烧饼的时候 就是吃一口麻木香的 它现在就芝麻香 吃一口麻木香 吃一口 吃一口 从肥肉放到肚子 肚子的肺肤 必须采用的是 周村烧饼 它们压煎堵 适合用压榨 实在是这汤 猪肉是起到酥 吃完必须要有40多多的水 也必须要达到 40多多的水 也必须要达到40多多的水 也必须要达到40多多的水 有成花咪的时候 要做到啥光 鸭光 手光 韩光 做成长条 这一块面 如鱼表20个 每一个小面 它都要不吃 12块左右 必须要求这个面 汤的人收嫌里面 用这个枝头勾起来 炸的水剁了 它就免不动 我也说有厚的有薄的 把这个臂抹得很通透 叫做施起来 这是最大做的一个动作 到手臂上以后 这样的就是 一只要挑到好处 要把这个种子又露出来 这一边这一块又放下来 这样在张贴的时候 它就容易用得裂堵 拿起这小面团 都捡摸 不能出个气流度 十七岁当兵 家在来叫看一看 吃了中藤的烧饼 就回到家长的温暖 回来了 回来了 这种状态它有点稀疏 用稀释的 过节了 生日的 都用着种状态 过种状态吃烧饼 吃烧饼 吃了麻花 按腿跑得快 大伙围着卡的这些 得时候就反反 就是反腹嘛 反腹希望孩子就是大腹大胃嘛 他咬的大 我接触手饼的之后走了 我将近我母亲搬山就会做手饼 16岁以后就建工厂 我跟梁师傅去学这个手饼 那时候建工厂就了不起来 当工人还了不起来 你下次随着时代的发展 学家的余地也多了 一家招工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十八岁 六十来岁 下次成了三十五岁 至四十五岁的 你只要来学就行 这边到了一代的 这边六个六个位置 时代不光它在发展 外头社会在发展 传承这家事业 还得需要有人去做嘛 对我来说是无可厚非的 这段时间跟它做俩就得 对 对 其实主乡手饼通过这么多家的发展 不光是祝传的名片 自拨的名片 它现在已经发展了 是沙东的名片 实敏感和自然感比较强 如果这东西越做越说的话 就很对不起这么说的 俗话说得好 树挪死人挪活 那不管是哪一种原因的迁徙 这其中必然包含着 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使得人们在不断迁徙的过程当中 创造出新的饮食文化 那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他乡早已成为了故乡 而人与食物的故事呢 仍在进行 我们的故事也在进行 欢迎下周同一时间 继续锁定江西卫视 非以免水